美国在川普总统一声令下 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这一使得全球的绿能产业遭到重创 那么对比强烈的是 中国大陆大步朝向绿能挺进的决心 安徽省淮南市 曾经是大陆煤炭的重要产区 过度开发的结果造成了地层下陷 地下水跟雨水不断地向低洼地区聚集 而积水的面积逐渐扩大 那么如今这个曾经荒芜的地方 在投资新能源建设之后 现在成了全球最大的水面太阳能发电站 工人们齐心协力将太阳能板搬至湖面 过去这面湖是当地煤矿的开采地 开发过度造成地层下陷 大量的雨水和地下水灌进 深陷的面积达220平方公里 涉及27个乡镇和31.1万的居民 如今这个地方化为机 为转机 特别是这个连接的地方 福利和连接的地方 你看这个今天风浪比较大的时候 还是这个气负还比较多的 所以说这个连接的地方还是一定要往后 这个由三峡集团投资的项目 利用采煤深信去发展水面建设 投入50万面的太阳能板一年发电量 能达1.5亿千瓦 相当于能减少19.95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满足9.4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 但这项建设难度可不小 这个浮体的主要材料是高密度的聚乙烯材料 这个聚乙烯材料跟普通的塑料产品 还是有一些区别 比如它在抗紫外线抗老旁方面的性能要好一些 以往太阳能板以支架装载于陆地 但要在水面架设太阳能板 得更加要求品质注意每个小细节 看到这个某层下面 我们由我们的某链和某块 来对这个整个方阵进行这个固定 梳立在水面的太阳能板 每面都有精准定位的固定系统 来针对水位的变化 调整秒绳的宽松度 防止电量流到水里的风险 也让过去这块柴梅深信区 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水面太阳能发电站 类似的场景也发生在安徽渔村 江海龙是安徽安庆市淮宁县的养殖大户 今年万家湖的池塘鱼业丰收 它第一次尝到了鱼光一体模式的天头 一模能达到五百斤 半斤五倍嘛 特色大一点 但是效益超过一千五倍 所谓的鱼光一体就是池塘水养殖鱼 水上生产太阳能 万家湖池塘九千多根的管庄 树立的水面太阳能板 实现鱼垫双收的创新模式 咱们这个鱼光一体的桌机容量是20兆瓦 然后每年可以发电是两千三百多万度电 然后相当于是给咱们每年能减少这个二氧化的培发量达到两万多吨 过去万家湖虽发展渔业但经济效益有限 透过与新能源公司的合作 昔日的小鱼村成为了鱼光一体的示范基地 管庄之间的东西走向的这个距离是五米 南北走向的距离是六米二 这种设计它对水面的照射率正好符合鱼类的生长 其实将太阳能板安装在水面最大的优势 在于水能帮助组建自然的降温 发电率比起路面太阳能板高出百分之十 因为水面它整体是个水温式比较合定 就确保我这个组件这个温度也有着合定 到这个组件在一个合定的温度状态 我这个组件的转化效率也是最高的 每天这个发电量也可以达到最佳 虽然大陆发展水面太阳能发电站 比起日本和美国起不较晚 但近年来河北 湖北 江苏 浙江等地区 都在发展类似的绿能产业 活络水资源拓宽太阳能发电应用 实现多元共赢的新能源模式